观察市场行为 品位 多空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D频道 好 当前的盘面位置 已经非常关键了 当前位置多头能够突破吗 还是能够追多吗 还是能等到高位做空 好 那如果你想了解 怎么操作 怎么分析 那请教肯部社区 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 Discord Telegram都是免费的 好不好 我们影片下方 下面 点击个加入 打开Discord之后呢 这里点击开启 开启之后 我们这边在这个社区的左边 有个加入条件 点击打开之后呢 看到我们这个用链接码 注册一个BuyBit账号 然后再入境完 入境完成之后 再把你的UID 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你嫌麻烦 你可以自己私讯我 我们这边有一个私道链接 或说在我们影片下方也有 都有 影片下方第三个链接 电报可以私了我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事不宜迟啊 看一下位置啊 目前盘面应该怎么解读 大家最关心的到底是BitB能否上涨吗 能否爆拉 还是应该做空 好 首先讲一下 这边的结构而言呢 这里没有疑问啊 这边多头 是较强的 短级别较强吗 这没有问题的 你看 昨天他怎样 他昨天是插破了这个 原本的低点 是在这个19873的位置 还有这个低点是在19813 那么可以把它画起来 这个地方呢 他等于说他下跌 回侧了这个前低位置 然后出现了一个夹跌破 跌破前低 但失败了嘛 对吧 你看这边 跌破前低但失败了 所以这个位置明显呢 他就是一个比较看淡的信号 好 蓝色框框飘起来 那这里来讲啊 多头一样维持这样的处形 就是他 目前来讲呢 高点 这里的高点 你看这里的高点 已经突破前高了嘛 那这里的低点呢 未破前低 懂意思吧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原本它是怎样 它原本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然后慢慢高点 低点再 低点还高 高点降低 那这里呢 首先 第一个比较 大的一个变动 突破 这里呢 突破了前高点 你不要觉得说 这边好像没有突破 没有 它其实已经破前高了 就要打破了 这个惯性了 然后回踩呢 在这里啊 短级别上 它又出现这样一个 比较看淡的信号 所以当前的位置呢 多头明显是占主角优势的 那何时 如果你要右侧做空 该怎么做 价格跌破 昨天最低下 大概是19750 价格只要 这边不跌破 它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如果说我们这边 等一下如果回落了 它只要低一点 这个低点 它不跌破这个位置 那它是有机会啊 构成一个什么 构成一个中继嘛 就这边一个击掌 击掌之后呢 盘整 盘整之后 再爆啦 对不对 再爆啦 所以这里整天来说 这是比较汗长的 理由呢 重复一遍 我们看结构的话 我们看结构好了 我们这个用箭头标示一下 讲解一下 假设原本是一个震荡走势 那高点低点 低点抬高 高点降低 这样走 高点高点降低 低点低抬高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们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是它这边 上涨 破前高 对不对 破前高 然后下跌呢 反弹下跌 这个回落又不强 然后再一次来回测高点 所以整体来说 它等于说这个位置啊 这个阻力区啊 它一再的被测试 哪一线 这一线嘛 对不对 这就是比特币现在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20500这一线呢 它这里 初四拉伸 初测试之后呢 回踩 回踩下跌幅度呢 非常不足吧 对空头来说不足 就它那个低点 直踩到19750 而且等于是说 它和前方这里啊 形成了一个 这个支阻互换 这个位置 蓝色的区域 它这边形成了一个 支撑阻力互换 下跌 破前低 这个绿色位置 它跌破了 跌破之后呢 它没有延续 而是在下方这个位置啊 前方这边是有整理过的 轻微的踩到之后呢 拉涨 而且再次非常快速的 去回撤了高点 那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它下跌啊 整体来说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结构 原本有一个高点高点 足降低过程 它是个收链 收链 然后呢 收链 破前高 回踩不破前低 那短期来讲 会是比较偏向看涨的 这边我们讲的很清楚啊 那么看一下当前的位置啊 当前的位置来讲呢 回到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只要如果说价格稍满了 回撤 回撤 只要它不跌破 这个低点 只要不跌破 那多头都是完整的 它大概率大有可为啊 可以这样盘整盘整盘一盘 然后啪一根直接啪 突破上去 因为我们在突破前啊 如果有这个叙事结构 它这边其实是一个叙事 这边有叙事 那区间我们可以抓在 19750到大概20500左右 那这个区间的话呢 价格在突破前或跌破前 有这样的结构 通常都会是利于延续的 去短期它这边有一笔拉涨 一笔拉涨 一笔拉涨 然后呢 在高位这里 虽然短期停滞了 一笔拉涨停滞 但是短期来讲 这地方如果能构成 一定能先震荡 震荡 但低点不跌破前低 那整体短期呢 还是比较看涨的 还是比较看涨的 最终大概率会突破 这短期我们讲解 那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 如果去参与 好 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稍晚它有回落的话呢 考虑做比多单 那如果你要做短多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止损 很简单测试 比如说它回踩 比如说回踩到 假设两万附近好了 你在两万附近入场了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假设你入场了 你的止损呢 设置在19750 昨天低点下方 一点点 那高的止盈呢 可以拿到前高以上 拿到这个20500 或更高的位置 拿上去 那目标可以拿到哪里 好 这个重点嘛 我看一下 目标可以拿到哪边呢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话图标 维持观的一致 去关注这个位置 通道线的阻力 和区域线阻力 因为区域线是大级别的 区域线是大级别的 所以这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交集的位置 我们粗略估计 大概是在21000左右 所以目前来讲呢 我会 比较主观的认定 价格在这个位置 已经测试太多次了 这个位置已经测试太多次了 所以大概率会突破 那突破之后 很久会来到这个21000的位置 因为这边 止损盘很多 这边做空的人很多 做空 这边做空的人 这整串 甚至到当前位置 这个位置 很多人来做空 那这越多人空 只要突破 大概率都会连续止损 那空头的连续止损 就构成一个买入力量 然后价格在短线上 做一个上级的预期 好 所以短期是这样做一个解读的 那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是这样做一个分析 那目标来讲 先看短目要在这个21000左右 21000左右 这个位置 比如我们这个通道线阻力 和这个区域线阻力 就我们看这个区域线 通道线正道上线的通道 和这个区域线 上方这个25000 连线下来 黄色的区域线 这个交界点 我们用红色标注 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看这个 备用那些回撤 回撤位从这个22800 如果我们拉下的话 它的这个0.618呢 在哪里 在21000到21200 它刚好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啊 基本上是一个三重的一个重合区 就是618的一个阻力 然后呢 618阻力 然后通道线 灰色的这个通道 上行通道 我们画一下画清楚 上行的通道 通道 的一个上面界 上面界 上面界的位置 同时呢 它也是什么 它也是 我们黄色的这条 核心区域线 25000 25800 连线下来的交界点 所以这里方关键了 三重阻力区 那这个位置能否去突破呢 我们要关注价格 去突破这个 2500后的一个情况 那当前的位置的话 我个人认为呢 这边短下降 大概的价格是会突破的 即便要下跌啊 它也会是 比如说这边突破之后 突破之后呢 做诱多结构 怕跌破 那这里呢 才会是我们 才会是我们 这个位置啊 才会是我们这个 考虑去做这个比较大 大仓位去做空单的一个位置 就是它上破 整理后再下破 才会是我认为说 可以去比较好 做空的位置 合理来讲的 我们用箭头标示啊 这里如果上破之后 盘整盘整盘整 再跌下来 而且放巨量 这边放你的 大量下跌 那这里呢 才会是我们去考虑 就上破这里 上破前好点 这个关键的阻力区 阻力区 阻力区 上破再下破 那我们再下破 确立上破 失败后呢 再做空单介入 好所以这段短期 来讲我们的一个操作计划 那更详细的图表 和图文分析呢 和一些分析内容 和即时操作 我发在我社区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这些交易机会 交易计划 加入嘛 刚刚影片讲过了 点击我们链接加入 或是自己私聊我 好 那以太坊的话 我们先也不用讲太多 当前的位置来讲呢 其实就是看比特币 以太坊目前来讲 它是偷跑了 就它偷偷 突破前高点 就突破了这个 我们看一下 1373的高点 它突破了 突破之后呢 这边暂时停滞 价格并没有直接拉升 所以目前来讲呢 还是在等待比特币 所以目前以太坊的走势 其实就是走得很别扭 先突破了 但你突破它又不涨 对不对 突破又不涨 又不涨 对不对 你没涨 然后这边盘整 这边可能等一下又回落 回落 回测之类的 但整体来说 还是要观察这个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 它只要突破这一线 就是我们这一线 关键位置 而且你看 我们这里整理的结构 其实非常非常清晰的上下边界 你看这里 20500左右 那下方是这个18500 这个区间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你看 上方这一整段 这一整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筹码换手的 所以我个人 个人 我是不会 再突破 就直接做空的 因为这风险是较大的 它大可以直接拉车吗 它如果直接爆拉 拉21500 222有没有可能 有机会 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边整理时间 已经相当久 你看这边我们整理多久了 已经整理了 有三周 又多一天了 22天左右 那这22天的一个震荡 如果说它能够放量上破 上破 它有机会做更大幅拉伸 是有机会的 那如果说上破之后 再下破 对不对 那下破的位置 我在这些地方 上破 再下破的位置 再重新做空就好了 对不对 再重新做空就好了 所以不急这一时 当前的位置 我个人也不会是在这个位置做空的 因为这边已经试探太多次了 这边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短期 多次试探 通常这个位置 会形成一个中继 就是它这边会是一个中继 然后 最后上破 那上破之后 它是延续呢 还是 上破失败 那么后续 后续 上破之后 再看 好不好 但至少短期 目前为止 短期来讲 价格上破20500 是相对较大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好 那讲到这边 非常详细了 那如果你觉得分析不错 有用 有帮助 那帮我等个赞嘛 OK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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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